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谈三个内容 谁这三个内容呢 也是有相关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一架战斗机啊 对美国的侦察机呢 进行了挑衅 而且这个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啊 是国外各个媒体啊 真相报道的 因为这个事情啊 确实挺严重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美国向台湾啊 交付了5亿美元的毒磁导弹 这个事情呢 对中共的刺激啊 非常大 第三件事呢 就是中国国防部长啊 拒绝跟美国国防部长见面 那么这三个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他们之间呢 是有内在的联系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事情啊 美国印太司令部 周二5月30日 发布声明及影片 指控中国解放军战斗机 日前在南海国际空域 对美国军机进行不专业的拦截 及不必要的挑衅行为 声明写道 一名中国歼16战斗机飞行员 5月26日在南海国际空域上空 拦截美国空间RC-135侦察机时 直接飞到RC-135飞机的机头前 迫使美国军机飞过其尾部踹流 美国没有透露事发当时 RC-135侦察机的具体飞行位置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了30秒的影片显示 一架战斗机从美国侦察机的机头前飞过 美军军机的驾驶舱 随之因尾流踹流而明显晃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解放军军机逼近美军侦察机 一度距离机头仅400尺 约122公尺 声明声称 RC-135侦察机根据国际法 在南海国际空域上空 进行安全和常规操作 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 安全且负责任的飞行 希望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 都能根据国际法 安全地使用国际空域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 表示中国军机和船只 进行危险的空中拦截 与海上对峙行为 次数惊人的增加 而这些行动可能造成 不安全事件或者误判 他表示美方认为 此次事件不只是单一 飞行员的所作所为 我们相信这属于 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那么以上就是外媒 对这个事件的报道 就是说在南中国海这个区域 美军的侦察机 在飞行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画面上 能看到中国的一家战斗机 从那个侦察机的机头前 一下子掠过 也说尾基的气流 对美军的侦察机 还造成那个冲击 那个飞机发生的剧烈的抖动 所以中共军机的这次行动 挑衅的意思非常明显 就是美国这个媒体说的 这个不可能是 飞行员个人决定的 肯定是高层的受益 那么我们就想 共军做这样的举动 难道他不怕擦枪走火吗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那我们再看另一个新闻 就是让中共非常生气的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这几天 向台湾交付了 5亿美元的这个毒磁导弹 这批武器的交付 让中共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种武器 就是针对你中共的 这个抢滩登陆搞的嘛 就是防备你登陆的时候呀 对你空中进行打击的嘛 中共就非常生气 说美国这样弄呀 就是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刺猬 他也知道 5亿美元的毒磁啊 那可能是一大批啊 一个毒磁行就是100多万美元 那你看5亿美元是要多少刀 估计台湾的啊 很多作战单位呢 都能部署这个毒磁导弹 而且大家从这个 乌克兰战场就能看到 这个毒磁导弹 对打击低空飞行的目标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特别是打直升机 那就是一打一个准 那么这个就是针对你中共这种 抢滩登陆战术的嘛 所以这种武器的交付 可以说是大大提振台湾民族的信心呀 同时呢 也是对中共的一种打击嘛 所以他非常生气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啊 我们再看解放军军机挑衅这个事情呀 就能讲得过去了 这就是给美国发信号的 这就是习近平的最高指示 我们不害怕你美国 哪怕给你美国一战的 我们占领台湾的决心呀 那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意思 另外他这个举措呢 不光做给美国人看 而且也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嘛 这些人看了以后多兴奋呀 你看中国现在多么牛呀 根本就不害怕美国 本来这两天呢 中国那边的五毛粉红呀 气氛就比较高涨 因为中国那个大飞机嘛 C919嘛 已经首次商业飞行了 让这些人一说 你看中国是不是正在大国崛起 全世界除了美国 欧洲可以造大飞机 那第三架就是中国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为了给中国人民呀 再打一机强行机啊 对美国做出这种挑衅的动作啊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外最近从国际上面来看啊 就是乌克兰这边的索莲斯基啊 即将对俄罗斯呀 发起反攻 但是这个时间表呢 还没有公布 那么我们同时还要看到一个情况啊 在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呢 又发生了冲突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塞尔维亚呀 跟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好 那么也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也比较好 那么在普京非常吃力的时候 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搞事情 实际也有分散北约注意力的意思 因为在前两天的冲突中呀 在这个地方呀 有200多名维持秩序的北约士兵呀 在冲突中受伤 所以塞尔维亚的这个骚乱呀 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那么同样中共这种挑衅呢 他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他也能在行动上呢 做一些具体的动作 来给普京做一个交代嘛 对不对 习近平多次说 中共跟俄罗斯间的合作尚不封点 将会对俄罗斯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普京在危难的时候 你中共又不出兵 又不敢送枪送炮 那么怎么支持呢 那么习近平也只能耍个滑头嘛 就是我在南海啊 向美国挑衅一下 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让你普京看 我也在侧面啊 支持了你 最起码我在这个地方 引起美军的注意嘛 分散美军的关注度嘛 对不对 另外呢 你普京想呀 我已经做出了跟美国 不惜一战的姿态呀 我肯定是支持你的 所以啊 这方面的意思啊 也有 我们看习近平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把他想的太高深 他可能就是那种 无知的小聪明 可能这个更符合 他的这种心理状态 我觉得这种挑衅行为啊 他真有可能是这样想的 那么第三个是呢 就是中国国防部长呀 拒绝跟美国国防部长的见面 那么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两国国防部长如果见面了 中国国防部长说啥呢 对不对 习近平是这样一个态度 他又知道解放军的实力是啥 他怎么去表态呢 轻不沉重不沉 对不对 就跟派个特使到俄罗斯去一样 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反而搞得自己脸上无光 所以中国防长啊 是不想跟美国防长见面的 当然美国防长肯定希望跟中国见面嘛 他见了面以后 他就会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或者是给中国呢 画一些红线 我想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呢 就是躲着不见 另外我想啊 还有一个因素呢 可能也起作用 就是2018年呀 美国对李尚福啊 做出的制裁 就是他不顾美国的禁令呀 给俄罗斯卖武器 我担心李尚福啊 也怕这个 就是万一我去参加这个会议 美国把我扣起来 咋干 就像那个孟晚舟一样 孟晚舟人家家里头有钱 习近平肯花了异国之力去救他 万一不救我怎么办 对不对 我怀疑呢 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啊 有这个担心 尽管美国这边说啊 那个制裁不影响 这次防长的见面 但是李尚福呢 还是躲着不见 但是今天美军印太总司令呢 讲了一段话 还是挺有威慑力的 他是这样说的啊 战争没有几天就会完成的 中美开战的后果是 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承受不了的 这是他表达的一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美如果开战呀 打不了几天啊 就会分出一个胜伴 而且这个后果呢 是你习近平跟中国老百姓啊 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他这个话啊 就是讲的很有利路了 那么他还表示呢 拜登布林肯呢 就给了他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呢 就是努力避免战争 不要跟中国开战 第二项任务呢 就是战争胜利 如果任务一失败 那么美国必须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个是美军印太司令长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内容 放到一块来看啊 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啊 能在我们这个脑海里出现 同时呢 他又受到俄罗斯这块的压力 他也需要做出一些举措 所以他们制定的这样一个策略 让我来说是下下策 对美国的侦察机呢 做出了挑衅的动作 而且我们再说美军 印太司令的这个讲话 能看出来 美国对你这套策略啊 是非常了解的 人家的策略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努力保证不打 但是要打 就是立刻把你灭掉 就是这样的 这个话讲的很坚决 同时呢 也非常藐视中共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 更好的观点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块探讨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